感恩那一片圣洁的光芒 海外佛子继承诗院 永远弘扬中华文化 我们曾经是佛前清净的莲花 在漫长的轮回中 失落了天上的故乡 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召唤 累生累世的佛缘终于成熟 短暂生命中 我遇见了那一片照亮归途的光芒 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大愿 引领我们听闻正法 走进心灵法门 这神圣庄严的佛学殿堂 白化佛法如照亮暗夜的灯塔 抵挡着颠倒的支箭和沉重的业障 平凡忙碌的生活中 因为有了般若的智慧之光 人生才显得温暖坚强 充满希望 空灵异动的禅宗精髓 流淌着永不枯竭的智慧 幽默风趣的语言 简洁生动的比喻 架起了普罗大众与深奥佛法的桥梁 三法印 四地五蕴 诸法空性 引领我们认识生命和宇宙的实相 五界十善 八正道 四摄六度 指引我们转凡成圣 自立立他 信仰落实于生活 修行落实于当下 佛法融化于世间 个人融化于众生 积极入室的大乘思想 淬炼着红尘中 永不退转的坚强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的教会 激励着我们卑质双运 伏惠双修 去完成您建设人间净土的愿望 深深感恩您 为众生忘我弘法的师父 您舍弃财产 地位 乃至生命和健康 中年无休 不畏艰辛 走遍天下 您时刻以菩萨的大愿为榜样 用一颗慈悲喜舍的无量心 让苦难众生得到幸福与安康 您身体力行 您身体力行永不厌倦的教会 让我们把佛的慈悲 尝住心上 把一切友情作为救度的对象 您热爱故乡 世界和平的情怀 教会我修行的神圣使命 守护学佛 首先爱国 人成才能佛成的信仰 您对众生只有无尽的付出 却从不要一丝一毫地报答 您用般若智慧的金钥匙 打开无数个苦难尘封的心灵 因为您多少迷途的孩子回头试案 因为您多少凋零的生命重新绽放 您却因为常年的悲夜和操劳 身体已勾搂 声音已沙哑 两病过早 染风霜 佛恩比山高 施恩比水长 我们唯有一教奉行 用心灵的觉醒来报答 才是您最大的欣慰 与欢唱 二十年春秋冬夏 二十次寒来暑往 中华文化的种子 在异国的热土上蓬勃生长 每一座小小的观音堂 就是游子们一个温暖的家 千万海外华人和侨胞的心中 激荡起对故国的深深眷恋与向往 一场场弘法演讲和国际交往 联合国世界论坛 哈佛大学的讲台上 人间佛教的法语轻音 伴随着佛陀的慈悲大爱 将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胸襟 传向四面八方 中华文化和佛教思想 正跨越文明、信仰、语言和种族的阻挡 指引着人们放下争斗 影响和平的阳光 西域求真经 东营传律法 先辈们望我弘法的身影 定格在碧海蓝天 黄沙漫漫的古丝路上 您追随佛陀和圣贤的脚步 而我们也将续写 先辈开拓的友谊 肩负起传播中华文明的担当 我坚信 此时此刻 您一定在庄严清静的心灵净土上 含笑看着我们 去完成您未尽的愿望 用您广大无垠的法身与功德 护佑着精进的佛子与法门 向光明的前程永远续航 遥望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共同盼望 愿人间佛教的光明 普照十方 愿象征着慈悲与智慧的 并地莲花 在庄严的人间净土上 永远绽放 那一片圣洁温暖的智慧之光 将引领我们 回到天上本来的故乡 回到观世音菩萨 和您的身旁 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谢观世音菩萨